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第一個傷害報告 我們叫做急救康福我都認 好 那我們在有兩個人 一個是熱火叫王浩 另外一個是神奇學人 那我們看下一頁 就是我們想說 每次電活動或者是要開會的時候都找不到人 或者說大家都不知道社員都說不知道在哪邊開會 然後就不來 所以我們怕有這種狀況發生 我們就在就弄個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們馬上就要在哪邊開會 然後時間地點都寫得很清楚 那大家就會忘記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目的 那所以就想到說我只是只有開會吧 社長還會出去玩 或者是那個有一些活動什麼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一起寫在這邊 那也方便大家時間管理 就可以安排一下 G-Schedule說下次會做什麼事情 好 那就想說要怎麼樣才可以 達到這些目的呢 就要用這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寫開會地點和時間通知 那還有就是要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比如說那個想要有什麼事情要發表 就可以也是寫在上面 那還有就是把很多社團同學的無名也放上來 放上來的話就可以不用每次要去看無名的時候要點這麼多人 就一次就可以全部看完了 那這邊是共同編輯會議紀錄 就是開會的時候會有一些紀錄 我們可以用像是用筆的方式把它編輯完 這樣也很方便大家可以互相的討論 那第一個要用的工具就是 我們會用Google Map還有Calendar把它都在一起 就是那個Calendar上面會有時候5月10號要開會 那你就在Calendar上面卷下去 它就會秀出我們要在開會的地點就秀在那個Google Map上面 然後還有要開會時間會 那再來就是用Facebook 然後讓大家可以做評論 Facebook有那個評論的API 在最後是用Marshall 我們只可以每個串在一起 它就可以一次秀出來 那當然有這麼好的構想呢 那就要看結果啦 結果未必也是會跟構想這麼的厲害嗎 好 開會地點的時間通知呢 有些失敗呢 我們會用其他方法解決 就是它沒有辦法那麼順利的給它結合在一起 我上次就是前幾天我來問助教 然後助教就說那個地圖跟Map要結合 跟那個Camp要結合是有點困難 就是會遇到一些平靜不色解決 沒有那麼快 好那再來就是討論空間 那個是Facebook的API 也有問助教啦 助教說Facebook的API還蠻難 其實我們發覺還真的蠻難的 就是不是那麼好險 有想過說用其他的API 但是其他API又不是很適合 好那社團呢 最新的無名資訊 這個就是有成功啦 就是把每個無名這樣串在一起嘛 就是共筆那種感覺的會議紀錄 有時間不夠啦 做到這邊對不對 然後成功然後就是昨天晚上 然後再那個得獎 然後下一頁 好產出的結果 結果很多 隨便看幾個好了 你們 就是用相片啦 用相片把它修出來 還有那個 我們會顯示最近開會的 我們的會議通知 然後用照片的方式把它修出來 那行事例的話 因為沒有辦法這麼順利的 把地圖給放進去啦 所以就只好只放網頁 也沒有那個API的功能 那最新的網誌呢 是有用成功的 那是用Yahoo的 好 Yahoo看 好 OK 那運用技術 運用技術呢 我們先把資料放在等級 就是localhost 然後 網頁主體呢 會用一些javascript的動作 好這些 這些看起來應該都知道了 好 那我們 做法 做法 行事例 這我剛剛有講過啊 就是行事例跟那個 國開人的結合嘛 然後網誌 網誌這些 那地圖 你剛剛也有講過 最新資訊 好 評論 好沒了 先做吧 這下一個 然後下一個 那 我們遇到的困難啊 就是剛剛有講到很多困難嘛 第一個就是沒有規劃進度 其實如果說要第一個報告的話 就要在很早之前就要再規劃 那 Facebook 剛剛說了 那 那 用起來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好用 這個是比較發現到的問題 就是 然後派門 他沒有辦法那麼快就把我們 我們剛登錄了或者剛寫好的東西 就直接傳上來了 他會等好一陣時間 他才會顯示出來 那 開會員制度 好 OK 實際測試 我們就昨天就來發文來測試一下 然後還有 現場 我們現場發文測試 這是 剛剛看到的是我們的網頁 網頁 沒有打算做封面 就直接進去就出現他所有的資訊 就想說可以螢幕瞭然直接的顯現 就是 像這樣子啊 那個 資訊平台 然後就 頁就全部顯示出來 如果再用你的首頁 所以大家就會 點進去 然後再按首頁 然後再進去 就比較麻煩 那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五個開會的地點 然後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呈現 這是 這是今天 中午之夜 應該是大家可以去 今天晚上 那這個是 我們的 好 晚上六點 好 那 那 他沒有API的功能啊 就是 點進去沒有辦法直接點 但是 可以 然後這邊就是 五名 五名把它全部 穿在一起 就是說 一般去發文測試啊 然後 可以看一下發文 的測試 好 就這個 這個是 麥可的 好 那 就是把 很多人 我們沒有說全部人 進去啦 就一些 然後這個是 之前的 然後 十步 那個人說 還有看這個 這也是昨天半夜設施的 那個 那個照片 還有捷運站 然後 我們還有看 麥可斯 好 那看 看那個 這個好了 這個就是 我們把它串在一起的 那個 功能啊 把這三個 然後 這排序 排序完 排序完之後 就 把它接到 最後面那個 就是我們的網頁 那網頁剛剛看到的 主要是 分四個區塊 就一次顯示出來 好 還有 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好 這個 看一下 好 一下呢就會給會員啊 或者是要登入才能留言 比如說我要去啊 然後現在這個就是說 直台隊啊 然後要約時間啊 然後那個 那個 帥帥麥可 就可以幫他解答說 要開始 開始的時間 對 隨時就可以發文了 對地圖的話 那個 它會 有 連到 地圖上面 那 麥可斯 我們要看這個 那個 那 地圖 差不多 對啊 就這個我們 點底下的 點底下的 它就可以三個選項嘛 點底下三個選項 你就可以 選說